有的时候利用工作之余发展的兴趣 也可能让你窥洒出另一片天地 泰山区同中社区发展协会 就有一群对二胡有兴趣的民众 因为跟着老师学习 十年下来不但学有所成 还经常到各地表演 台上表演的二胡乐团听起来相当专业 他们都是来自泰山区同中社区发展协会的成员 当初因为一个小插曲 意外成立了这个风亚颂乐团 我这个音乐是一窍不通 后来是帮先生买一把胡琴 结果他在工厂我们工厂他没时间 然后后来我就买了那一把胡琴 就我来学 就老师教就这样子 我们其他的成员也都是后来才学的 自荣工商的都一起来学的 似乎大家都有家庭事业在做的 当初这群团员完全没有学过二胡 但是却有着满满的热情 加上老师因才失教 十年下来大家不但进步很多 还可以登台表演 主要来这边指导这些学员 他们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 那站在推广的角度 我们就是用深入浅出的方式 主要就是教导他们一些耳熟能详的曲目 然后再辅助一些比较 基本的那些扎实的基本功练习 然后慢慢的带他们从正确的方法来学习二胡的这个艺术 从原本只是想学习一样乐器 到后来正式成立了二胡乐团 甚至应邀到各地表演 这样的变化都是团员们始料未及 但是却丰富了他们的生活 记者沈重林锦鱼泰山采访报导